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 中华邮政 I邮箱进入台铁 即去年于全台邮局建制109座后 今年与台铁局合作 今日起在47座车站启用56座I邮箱 并规划于今年底在于其他车站增设55座 为鼓励民众体验I邮箱取见便利性 即日起至4月30日止 只要于邮局交际国内包裹至 I邮箱可享有自欺者优惠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I邮箱是因应现代人白天出门工作 家中不易有人可签收包裹所推出的服务 让民众24小时都可自己去附近邮局或车站等地去包裹 使用I邮箱取见 中华邮政会提供邮件号码取见密码 I邮箱名称及地址等资料 收件人要取见 只要前往指定I邮箱 输入手机号码及简讯通知验证密码 就可开启I邮箱门取见 中华邮政公司近年来积极强化智慧物流 发展I邮箱多元服务 拓展服务据点 除于台铁车站建制外 未来将进一步延伸至大专院校、社区大楼及医院等人朝会集处 并陆续于偏乡里导设置 以上进邮政普及服务 预计今年底将部件突破1000座 冤灵天中嘉义永康大桥台南 新盈善化 长荣大学 伊兰 罗东 珠南 苗栗 积极 斗六 屏东 潮州等站 江沟 和 中国 冬电 溶 一 斗六 冬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